好的,你来看到台东市有三间地主比较偏僻的连锁洗衣店 凌晨接连遭同一名男子侵入 破坏店内洗衣机零钱箱 业者气愤的说 妾嫌偷走的现金虽然不多 但是被破坏的机台维修费加起来可是相当可观 希望警方赶紧捉到妾贼 也让其他业者能够安心的营业 从业者提供的监视器画面上可以看见 这名骑乘红色机车的男子 手提红色袋子走入投币式洗衣店内 但他却不是要来洗衣服 而是要窃取店内的零钱 可以看见男子走到洗衣机前后 左顾右盼确定周围没人 直接拿出工具撬开洗衣机的零钱箱 在搜刮盒子内的现金后 扬长而去 自助洗衣店业者表示 窃钱一次是锁定较为偏远的店面行窃 目前市区有五家店面 共有三间召窃 其中被破坏的洗衣机有十一台 烘干机两台 出锅损失金额大概在一万元上下 但是一台机台要重新修理 费用就多达三千多元 损失更为严重 5月1号早上客人在中心店使用的时候 就发现洗衣机怪怪的 刚好跟打扫人员反应 打扫人员就测试前盒 发现有几个前盒就故障没办法使用 那刚好我下午才有空就下午去掉监视器 就发现窃捷在5月1号清晨4点23分进到店里面 就是假烘衣 窃取洗衣机前盒里面的金钱 现金的损失是约三千块 那主要是设备那前盒就没办法使用了 那设备比较贵 大概要一万二 所以总共中心店损失预估就一万五千元 而业者也表示 几年前就有同业发生过类似的窃案 现在除了报警之外 也在店面贴出了窃嫌的遗像 同时也向同业通报需要多加注意 并希望警方能够尽数将窃嫌神之以法 避免再有店家受害 介绍陈吉林台东市报导